没有办法有空气呼吸 是很痛苦的事情 当然这个是对病人自己而言 但是其实对家属来说 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因为其实没有办法呼吸 其实通常都是被家属说 他打呼好大声 有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病患 没办法呼吸的 都是被老婆带过来 要不然就是 被嫌弃 因为被嫌弃 就是晚上打呼 要不然就是 就是20秒30秒没有呼吸 那我们这个小小病人 是大概20多岁的小朋友 他妈妈带来就说 他小朋友最近这五年开始 就晚上打成完 然后早上起来就黑眼圈 他怀疑会不会小朋友 看A片或者什么的 晚上好夜 然后就带来看 我们后来发现 这个小朋友他很特别 我们这种鼻塞的小朋友 他们的 因为晚上睡觉都用嘴巴呼吸 所以他们的下巴都特别小 特别没有办法 有正常的生长发育 所以他们下巴会往后缩 那我们后来发现 这个小朋友 它是属于一个 先天性的 鼻子过敏 鼻中隔弯曲 加上下面有一个鼻脂肉 两边都有 但其实我们一般人来说 我们两个鼻孔 都会有一个鼻孔是休息的 一个鼻孔是负责呼吸的 也就是我们两个鼻孔 都会互相轮流休息 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 其实是一边是塞住的 一边是通的 但因为这个小朋友 他两边都塞住了 我们就把里面的鼻脂肉 全部都拿掉 然后把他的下鼻夹也拿掉 那我们在里面在塞凡事 里面条 过一个礼拜再把它拿掉 然后小朋友在过完手术之后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他就慢慢就觉得 鼻子通了 很感谢 但是过了一个月之后 小朋友反而来说 奇怪 医生 那我们怎么鼻子就不通了 然后他也跟他妈妈说 我没办法呼吸 然后我们后来就是 大来门诊看 我们就跟他说 其他两边 我们开得很好 两边都没有洗肉 下鼻甲也都开得很通 但他就是产生了 所谓的空瓶症 所谓的空瓶症就是 他鼻子里面变得没有肉了之后 他变得没有办法 感觉上变得没有呼吸了 这就好像是我们草地上 我们风吹来的时候 我们草会动 那我们的感觉神经 就好像那个草一样 我们草动了 就会觉得有空气在流动 但我们把里面的肉 都清掉之后 变得没有草了 所以我们没有感觉神经 都变成石头 所以我们变成鼻腔里面 如果空气直接到后面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是塞住的 我们必须要在里面 有一个回流 才会觉得鼻子是通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开鼻子 我们就不会把肉 全部都清掉 会流一些些让它长得来 不要清得太干净 像我是 我从青少年开始 因为我从小就有气喘 我是早产儿 然后因为我大概 从青少年开始 我大概平均三个月到半年 我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病症 就是我可能突然好好的讲话 然后突然我会这样 就觉得好像有人把我的心脏 捏起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连呼吸的力气都不行 因为会觉得好像 他心脏会被整个捏碎的那种痛 我就要闭住呼吸 大概三秒到十秒不等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 好像有人就放开了 放开之后我就跟没事人一样 就好了 那因为我从小有气喘病 所以后来我就去看 从小看到大那种老医生 一个老医生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给我 是开玩笑 还是他在安慰我 他就跟我说 有可能是我小时候 气喘又是早产 可能打太多的血管针 然后他说血管针不是都会 护士都会敲敲那个针头 让空气跑掉 他说可能我的血管的那个药物 有打了空气进去 所以当那个空气顺着血 跑到心脏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个那种 空气的空窗 所以当那个空窗 在我心脏的血管的 那个最重要的地方 我就会 就停住了 因为就等于好像没有血 可以过去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 因为那时候青少年 我也就半信半疑 只知道现在都快50岁 我还是会有这个症状 你现在还会有 还是会有 一直都有 但是就是大概 三个月半年 一年 一定会有一次这种状况 我老公也会有这种状况 而且很麻烦是 有时候开车开到一半 他就 对 就停住了 而且他就是完全 他就是憋住呼吸 然后就停在那边 你不能跟他讲话 也没有用 你跟他讲话也没用 他也没办法回答你 搞到几秒钟后 他就这样 对 但他说那个瞬间 是很可感的 很痛 就是真的有人 像捏着我的心脏 对 然后我就去检查 然后医生就说 因为看不出个东西 因为我连超音波什么 都有去检查 他们就说 也没有什么骨头裂 也没有什么气胸 什么都没有 他说那就只能等 刚好你在我们医院 发生这个糟糕时候 直接抓去检查 对不对 检查 这百万分之一 都不会发生的几率 那这样是 这样应该把它保险加高一点 对 然后写我的名字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都查不出 他为什么这样 对不对 但是他有机理 我那就是一直都未知 可是一直跟着我 已经这么多年 我到现在还是找不出来 他的问题是什么 我只能姑且相信 医生说是血管有进空气 其实我补充一下 其实这个可以看 你是看哪一科的医生 如果你是看肠胃科 他可能会跟你说 喂食当女流 如果你看心脏科 他可能跟你说是 那你如果看神经那一科 他可能跟你说是 对 而且再来就是说 可能这样讲完 会误导观众 就是每次 如果到医院打点 的话会害怕有空气 其实这些空气的量 其实都不多 而且即使空气 真的打进去 大概20cc以内 我们身体都会自己吸收 而且其实空气 很亮很大 那个整个管子 你要塞满才有可能20cc 所以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空气这个 就变我 对 觉得会想 反正他找不到答案 他就随便呼唠我一个答案 你懂吗 然后阻尼的胸痛 我比较不会担心 因为我们女生 要心肌梗塞的机会很小 那你老公真的要保险保多一点 因为男生 男生心肌梗塞的机率比较高 是啊 因为这个意思也查不出来 对 查不出来 比较老婆 对 比较老婆 搞得差一点 痛也是真的要检查 不要不以为意 我们又就遇到一个 八十岁的一个老人 他也是就是痛 那他呼吸的时候会痛 就痛在他的就是 就是肋骨的附近的位置 那痛他就不以为意 他就是有时候痴子痛掉 有时候去买这个疼痛贴布贴着 等到开始有问题的时候 是他越来越痛 晚上痛醒 麻烦的事情 是把老婆吵醒了 所以老婆就觉得说 这个晚上一直醒来很麻烦 所以就请他去看骨科 那骨科医师看到这种会痛的 他没特别 一定是先照一张X光 一照下去麻烦了 就是看起来骨头都不均质了 里面有一颗一颗的 这应该就是有 那他看那个形式那个样子 他就高度怀疑应该是 所以就请他来我们的 这个泌尿科门诊做检查 那泌尿科门诊 我们要检查社会线癌 我们基本我们就会做一个 社会线癌指数的抽選 那标准应该在4以下 越低越好 如果超过4到10之间 会怀疑是癌症 那这位老先生一抽是 这也就是说等于是 第四期的癌症 已经有全身转移了 过千 他自己都没有任何的病状吗 对 他没有痛或是 这种的癌症 有时候就会没有什么病状 因为社会线癌的一些病状呢 会像社会线良性肥大一样 可能尿尿尿不顺 可能我刚才前面讲的一些 他问他朋友 也要 您尿得好不好 我尿不好 我也尿不好 没关系 对 那社会线癌症的好处是 它是还有一些荷尔蒙治疗 所以还是帮他做了很多治疗 颜差说明 可是我们有在想 如果他更早来 那说不定就可以更好 我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上市公司董娘 他平常就是有去健身房 做一些重力训练 瑜伽 有一次来 他就说 他呼吸很痛 没办法呼得很大 我们大概详细询问了一下 他就是在做胸部的肌力训练的时候 太急 他很好强 然后就弄了比较重的磅数 评估检查之后 发现他的除了胸大肌 肋肩肌 还有他的背锅肌有扭拉伤的状况 他的胸椎其实有卡住的状况 因为胸椎这部分的神经 会影响到我们胸部这边的肌肉群 所以他呼吸就会显得很疼痛 然后短处这样子 后来我们就是在物理治疗的时候 帮他做一个 就是做肌肉延展 然后再做一个 他其实大概两次左右 他整个状况就解除了 所以我们通常建议 你如果去健身房做一些重力训练 其实是跟自己比就好了 然后就是说 你的warn up跟call down一定要做足 以前现在都是warn up做的足 可是call down大概都开始 聊天就走路回去了 所以很多就会做受伤 然后还有一些状况 其实大家都可能遇到过 像我们开车可能就是 手要去后面拿个东西 就拉伤 所以来的时候就说 我穿不过 很痛 所以像这种 我们也会做一个胸大肌 或是肋肩肌这些的 mylifacial release 去减缓它的一个 呼吸的困难 所以建议 如果是说平常我们在家里 都要做一些拉筋的动作 像胸大肌的这个 做自我的从肩到胸部这里 伸展 然后做延展 你手要去做一个延展的动作 你手要去做一个肌肉的拉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背扩肌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 在椅子上可以做一个 后旋转的动作 去拉 然后这些动作做足了以后 你其实之后 如果临时要做这些动作 它其实还不会去 对 对 我们在家还会有做一种 就是坐地上 它会拿球这边搬到这边 好用耶 再把这个搬过来 就训练你的 训练 因为这个很少用 这边很少用 甚至手抬的 我们都很少超过这里 一天的时间根本很少时间这样 几乎不会 所以你会很累 所以伸展是不是 对 还有延展开来 所以做运动很多人很急 所以听到耳机就开始拉了 对 其实是要把身体热开的 对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